校战 好,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深度摄影机 对着正在睡着的一个小宠物 对着它 所以目前說顯示的是它深圖的畫面 把它正在動 好 按一下 ESC 好 那 所以它應該就會 好所以它應該就會存起來 存在什麼地方我們看一下它應該是 存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用一個軟體把它打開 這是所謂的Mesh Lab 開啟 好所以 我們 我們的 import Mesh Foreign Cloud CV 這個 當中的Dock2 Dock2 好所以這個 是 我們剛剛所擷取的3D的一個影像 好那我們也可以應該可以放大 View的地方 看看 滑鼠 滑 那可以調整它的一個角度 那這邊的話 我們Shading的地方 是在Vertice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None 那Color的地方 第三個選項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Fancy 或是其他的 或Double 看看 它的一個情況 好 好 好那我們把 我們的 畫面呢切到我們開發的平台 這個 Visual Studio 2019 那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撰寫呢 我們當然前面當然是先考慮標頭檔 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裡有用到 Interior Realsense SDK第2版 這是他的所用到的標頭檔 那我們在先影部分 我們有用到OpenCV 那一般來說 一般C++的IO 那我們還有稍微處理一下檔案的IO 好 那所以在命名空間的部分 SDD 這是一般的系加加 CV 是OpenCV RS2 這當然就是 Intel Realsense 第2版 那我們在 這個程式撰寫 的步驟裡面我們當然有採用 例外處理 所以我們這裡是Try Catch 那我們先看看 他會不會在 Realsense的部分他有任何的錯誤 這個部分當然是比較關鍵的 同時呢他也是比較容易產生錯誤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 捕抓看他有沒有在 Realsense 上面的一些錯誤 如果這邊沒有捕抓到 我們再用一般的C++的 例外的方 去捕抓 都沒有錯誤的話他應該 只能說可能是大體上是正確的 好 因為這有涉及到 一些 IO的問題 還有硬體 存取的問題 好 好那我們進入 主程式的部分 那第10行當然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字串的輸出 那我們 主要是要針對 深度資訊去著色 所以前面這個整個寫法其實就跟 深度彩色 我們截取兩個不同的一個影像 那我們因為有不同的影像 那我們 事實上還要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一個對齊 那我們這對齊當然是 Realsense 2上面一個對齊 那我們對齊呢一般來講他可以 針對 呃彩色影格去對齊或者針對深度影格去對齊 好 那我們這邊採用的是針對 彩色 影格去對齊 好 那這裡我們當然也可以去看 他可能其他的 參數 所以這邊呢 我們可以一致定義的部分 喔這是 Realsense 裡面所提供的 好 那 Intel Realsense 它裡面它主要是用到了 Pipeline 好 Pipeline 這樣一個類別去處理 他的一個 影片資訊 好那我們這邊所以這個 變數名稱我們就 另為 啊 Pipe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寬度 高度 每秒的影格數 然後我們 Pipe.start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還設了兩個重要的變數 一個是 PC 也就是所謂我們的點運部分 Point Cloud Point Cloud 我們這邊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一致定義的部分 他是繼承 所謂的filter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方法 Calculate 等等 還有 Map2 好 好 那這個我們把它關掉 那另外呢 當然點運裡面很重要就是你要點嘛 所以就是Points Points啊這也是一個 類別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原始的定義部分 那他是繼承的 Frame 那Frame當然是我們 當然是 Realsense裡面的Frame 好 那 整個 影片處理當然是用一個大的一個壞回圈 那 我們 其實就透過 OpenCV裡面的WakeKey 每毫秒 啊 去偵測 如果你按了27 所以27就 Escape 那我們就會 去存了 我們的 將我們的 點運資料存在這個檔 然後 再跳出這個壞回圈 或者我們按 Q這個鍵 我們就整個停掉 好 這主要的 架構是這樣的 好 那進入了 我們的壞回圈 裡面呢 當然前面呢 這Pipe裡面它先 等待一些 影格 然後讓它穩定之後我們再做 進一步的一個出力 所以我們Data 開始出力的時候當然就必須要對齊 24行 對彩色影格對齊 Process 在整個Data上面 然後我們再取 深度的影格 彩色的影格 好 那如果 深度的影格是存在的 它不存在當然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深度的影格存在的話呢 那我們就去 PC上面去計算 裡面丟的參數當然是丟 深度的資訊 然後將這個計算結果呢 丟到 Points Points當然有很多點 好 那 然後我們再把PC它的資訊呢 我們在 透過 Map2 這樣的一個方法呢 將它 喔 傳給了 Color 應該說裡面的參數應該丟的是Color Map2 我們這邊其實也可以大概 去看一下 它有不同的可能性 好 好 那 我們在 朱力點雲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 最後是用 The PC Underscore Map去存 那它的一個 高度寬度 它的格式它是用三個channel 然後每個channel是64位元的浮點數 也就 Double 好 那這邊的它的一個資訊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部分我們在這個程式它是沒有顯影的 只是我們將這個資料把它存起來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次再把它存起來 那我們會顯影的是 在這裡的話是深度的 資訊 好 這這部分呢就跟 一般的深度攝影器的程式 比較接近 就是像它的深度資訊 將它的影格 著色之後呢 再把它展示出來 好 所以 展示部分呢 是暗秀在35行 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大概是整個程式的一個 情況 好那我們 就可以編譯執行 好所以在這裡看到深度攝影機呢 是對著我本人 好那我們轉 感動了一下我們的深度攝影機 所以它這裡所顯示的都是一些深度的資訊 好 那如果說我們想 對這些的 深度資訊以及彩色資訊要統合起來的話 點雲的話要存取我們就按 Escape 好 那整個 畫面就停住了 喔那 然後停住之後呢 我們再接著在 程式部分 兩個人在對照來看 好所以在後面部分呢 我們這裡 44行就一個 FStream 好我們這邊做的簡易的 檔案的一個 一個串流 檔案串流的 變數名稱叫 FF 它的檔名也就是這個字串 Point underscore Cloud 點 PLY PLY是用 也算是一個3D鏈影 常見的一個格式 它 裡面可以擺彩色的資訊 好 那 所以我們 45行是一個 喔 席架架自竄 好選稿 那前面的13行0到12行呢 其實就是它這個 這種PLY前面的一個 開頭 好我們只把開頭的部分呢 這樣列印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這個 PLY的它的這些的資訊 前面開頭是 什麼樣的資訊 那後面呢當然就是 根據這邊的情況 點的資訊呢 它因為它是用 在這裡的話它是用二鏡位的方式去 去存 所以我們比較不方便在這裡去顯示 所以這個是在 這裡的情況 好那我們如果要看它的真正的 呃 顯影的部分呢我們當然可以透過 其他的軟體 像是這裡的話是MeshLib 好那我們就可以 Input Mesh 好我們剛剛應該是這個 好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它是一個3D的 一個影像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 在做一些額外的一些設定 這個影像當然會更為精確 但是我們 大概就先 看看它 大致情況是怎麼樣 好 好那接著我們 在用我們的筆電去嘗試 其他 3D物件的一個 一個 截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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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